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日 将至北京会晤中共外交部长秦刚 路透社报道 王华被中共不当拘禁 超过10年的马克什维登 以及2016年起就被中共关押的 李凯等员的家属表示 他们的家人遭到不正当拘留 甚至当成人质 强调他们是美国公民 希望布林肯能借此行 要求中共放人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1月在印尼巴黎岛会晤 两个月后 美中防务会谈陷入僵局 美方航空母舰上周五开始 在南海开展海上打击训练及反潜演习 随后中共山东号航母 也在南海开始演习 近来由于北韩无人机 侵扰南韩空域 并曾飞入总统普信飞区 使无人机成为南韩空防敏感焦点 17日更传出有无人机 飞进驻海美军 终端高空战区防御系统 也就是俗生的萨德基地 随即遭美军人员击落 虽然已初步排除该机执行间谍任务的可能性 但无人机仍然成为日渐严重的安全课题 手握史上最多22座大满冠冠军的 西班牙网球名江纳达尔 今年澳网以头号种子日资寻求未免 却在次轮就爆冷出局 碰上世界第65的美国亚裔选手麦唐纳 首盘以4比6败震来 4盘又遭逢左大腿拉伤 虽然带伤苦撑 最终连输3盘遭到淘汰 也是他7年来在澳网的最差战机 新唐亚海电视整理报道